耐吉是全球知名的运动品牌 不久前中国掀起抵制停用新疆棉的品牌时 耐吉也被中国民众点名 但或许是迫于中国多项赛事 国家队甚至是奥运都获得耐吉的赞助 因此官方并没有直接的点名 该品牌只针对了H&M等等较小的品牌进行抨击 而根据金融时报报道 耐吉在本中四公布超越华尔街预期的去年第四季 会计年度学年财报 推动周五股价大涨15.53% 创下历史新高 耐吉执行长多纳霍在会议上还突然的说出 耐吉是中国为中国的品牌 似乎是想要拉拢中国市场 周四公布的财报中 耐吉称截至五月三十一号的三个月 中国的销售额为十九亿美元 将2020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七 全球总收入则分倍达到了一百二十三亿美元 净利十五亿美元 从去年新冠肺炎大流行最低点时的 七点九美元亏损失强势反弹 原据报道 执行长多纳霍被分析师问到了 有关于耐吉面临中国其他品牌竞争的问题 他回答 耐吉就是个中国品牌为中国服务 多纳霍将耐吉在中国的成功部分 归功于长达四十多年的投资 而这是耐吉联合创始人 前执行长奈特所建立的联系 多纳霍去年一月份才刚接下执行长之位 刚上任就亲自参访耐吉在中国的业务 还说耐吉最大的资产 就是品牌中的顾客价值 他在工作中的首周就这么认为 不过耐吉几个月前也曾陷入新疆棉风波 其更早前提及关注新疆强迫劳动 不从该地区采购任何产品 或用品的一份声明被中国媒体挖出 而中国民众代言明星 纷纷怒而要抵制相关品牌 中国运动品牌李宁 安踏体育 则是因为爱国行情在四月份一度上涨 不过同一时期 也可以看到中国民众 疯抢耐吉商品的影片上传到网路上 让外界认为 耐吉当时在中国所受到的实质影响 其实并没有外界想象中的那么多 中央社综合中国媒体报导 福建张州片仔黄药业公司旗下的中药产品片仔黄 近日价格再度的被炒高 重量三克的一粒药价 大约人民币千元 引发舆论的关注 片仔黄药业前身是张州制药厂 主要生产及销售中程药 根据产品的简介 片仔黄主要成分为牛黄、舌香、三七以及舌胆 可用于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等等 也是用于急性慢性病毒肝炎等等疾病 但是近年来 片仔黄的药效被越传越神 不仅可以有效致癌 甚至包治百病 引发了片仔黄连年的涨价 被比喻为药中的茅台 6月24日当天 北京朝阳门片仔黄体验店旗舰店内的片仔黄片 就被抢购一空 工作人员表示 店内的片仔黄片目前590元一粒 消费者购买前还需要先电话预定 而且两天后才会到货 但到时候买到几粒也不确定 目前片仔黄三克一粒 一粒一盒 淘宝上有店铺卖到950元 还有的店铺更标价为1351元 漳州市市场监管局价格监督检查科的一名工作人员 向澎湃新闻表示 当前的情况本身不是价格的问题 而是炒作问题与价格无关 对于要价被炒高 验仔黄公司昨日回应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都属于正常状况 针对近期市场的情况 公司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市场秩序 一是稳供应量 公司做好产品生产和供应 加大对自营管道和主流连锁药店管道的供应量 努力地缓解市场工序矛盾 二是拓展销售管道 已经开启天猫旗舰药房 骗仔黄的线上销售 加速不需京东旗舰店 三是增加于骗仔黄电计同职同效的骗仔黄胶囊 进行供应 也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 去年在中印边境爆发严重冲突 造成双方死伤之后 藉由双边对话 局势稍微稳定 但是仍然难以称作相安无事 德国之神报道 现在印度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 转向长期忽视的边境地区建设 这给当地人带来了希望 引以发了担忧 印度与中国围绕实际控制线的边界纠缠陷入僵局 而在条件坚固 气温可以骤降至零下40摄氏度的拉达克山区 新的隧道和道路正在建设中 就连最偏远的边境村中 现在也有了太阳能光览 电话以及网路 旁工区地方议员康乔可斯坦金说 在去年印中爆发边境冲突后 这里的道路和网路等等基础设施建设 都加快了步伐 不过从去年以来 这一前哨地区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军队部署 在去年代边境危机之前 每一天都有将近500辆的汽车 载着游客进入办公错户区 许多人选择在附近的村庄住宿 游客的到来也促进了当地经济 然而现在 在这游客的车辆却大多被通宵 搭弹巡逻的印度军车所代替 边境冲突以及新冠肺炎流行 影响了办公错户的旅游业 当地居民丹增多吉表示 中国军队现在离我们很近 让人对发生战争感到恐惧 游客因此不愿意在当地过夜 他们只是来观光 然后就离开 随着旅游业的消失 当地人不得不为了维持生计苦苦挣扎 但曾多吉不得不关闭家庭旅馆 靠和印度军队一起修路 来养活一家四口 他现在每个月有4500卢比 大约为50欧元的收入 一位印度国防官员则称 去年印中边界对峙 改变了拉达克整个面貌 促使新德里加快在该地区修剪道路 桥梁和隧道 因为需要基础设施和道路 以方便部队能够快速地转移到边境 在政府的督促之下 工程师在短短5个月内 完成了5年的建设工作 印度还在加紧完成14.2公里长的 索吉拉隧道 他将会连接克什米尔的索纳马格和拉达克的 德拉斯镇 2018年5月 总理莫迪主持了开工典礼 索吉拉山口靠近印巴实际边界 是战略要塞 该隧道建成后将缩短形成 对印度军队具有战略意义 不过作为当地居民的丹增多吉则认为 印度应该优先地发展边疆地区 边境人民生活条件困苦 政府应该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准 而不是打仗 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郊区 一栋40年公寓大楼 在昨日凌晨突然崩塌 目前确定 本起事件造成至少4人丧命 159人失联 中央社综合报导 佛州州长迪尚特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 需要一个明确的解释 来说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法新社报道 调查人员正在试图厘清事故原因 其中两个因素受到主要的关注 第一是这栋楼在安检所前进行的工程 另外一点是这栋盖在填平尸体上的建筑物 自1990年代以来就有观察到持续下沉 根据迈阿密达德郡安检规定 建筑物每40年都必须要重新的认证 以 1981年完工的湘普兰大厦南洞为符合规定 今年执行了房屋工程 郡副官员强调还没有迹象显示 工程与南侧坍塌有因果关系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结构工程师巴蒂斯塔表示 混凝土修复以及剥落问题 有可能导致坍塌 混凝土部分表面脱落或碎裂时 可能会发现剥落问题 此外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环境学教授 多温斯基主导的研究也受到了关注 卫星资料显示 大楼所在地于1993年至1999年 有地层下陷迹象 不过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在官网贴文中提醒 地层下陷本身可能不会自然而然的 造成一栋大楼坍塌 当前各方都还在评估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同时搜救人员也在持续进行搜救行动 希望能够发现更多的生还者 英国与俄罗斯海军当前在南海对峙 半岛电视台报道 本事件起因于俄罗斯指控英国海军驱逐舰 卫射号驶入了黑海克里米亚半岛外海时 侵入俄罗斯方的领海 俄方在应建航行路径 开火警告并且投放炸弹 但是英国反驳俄罗斯的指控 说对方没有开火警告与投放炸弹 还涉意俄罗斯军在附近另外有实弹演习 英方官员表示卫射号当时的路径 是从乌克兰奥德萨 驶往乔治亚的一条公认的国际水域 俄罗斯则称 应建当时已经抵近了费欧伦特角 仅三公里的俄国领海 费欧伦特角是克里米亚半岛南部海岸地标 临近俄军黑海舰队总部再反暴 俄罗斯2014年兼并克里米亚 并视克里米亚半岛沿海为俄国水域 但是西方国家仍然将克里米亚 视作乌克兰的领土并不承认俄罗斯的主张 BBC记者比尔当时在卫射号上随见采访 BBC新闻画面显示 舰上官兵听见俄方透过无线电警告 再不改变路径就要开火 而且能听到比尔嚷着开火了 但是感觉距离很远 英国每日电讯报昨晚则披露 英国首相强生不顾外交大臣拉布的反对 拍板让卫射号驶入克里米亚外海的争议海域 根据报道 拉布对于军方首长策划的本次行动是深感忧虑 担心会让俄罗斯抓住把柄 英国旁观者月刊评论员奥格登撰文认为 英舰出现克里米亚水域可能是北约更大战略的一部分 北约想要表明会透过包括在黑海活动继续挑战莫斯科 英国也可能要寻求定义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 特别是在退出欧盟之后 二次冷战已然打散